什么 死老头 你竟然把我嫁人了 乖徒弟啊 为时这不也是没办法吗 当年师父捡到你的时候很穷 就你身边那块玉佩还值点钱 只好将玉佩作为定亲信物 和江州的苏家订了一门娃娃进 这才换了一笔彩礼钱 把你含心如苦地养大 你个臭小子还不知恩徒报 现在就给我滚下山找你的未婚妻去吧 老头 哪有你这样坑徒弟的 收了别人的彩礼钱 感情你这是在卖徒弟啊 要我入坠豪门当上门女婿 你这算哪门子师父 你个臭小子 彩礼钱也被咱们用了 这门亲事救的人 洛雪那女娃娃师父帮你看过了 是个大美女 还是公司的女老板 臭小子你赚翻了 彩礼钱我可一分都没用 这些年你虽然把我养大 可你也把我骗去暗任服役 吃了不少苦头 还把我的工资卡没收 我一分钱也捞不到啊 要嫁人你去嫁吧 够了 这是你逼我的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的身世吗 那块玉佩应该就有线索 你若执意不肯下山 就这辈子都别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好了好了 这些年你跟在师父身边 也学到不少本事 是时候该下山闯荡一下了 怎么 你还不愿意 愿意愿意 我当然愿意 其实凌然早就想下山了 现在老头好不容易开口 他又怎会拒绝了 此次下山师父也没什么给你的 这里有两百块就当是路费 拿着快滚吧 被老头坑了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要下山了 怎么反而有点舍不得了 二十年前 我本是一个没父没母的器婴 是老头捡到了我 把我带回山里悉心照顾 老头虽然脾气很乖 但也教会了我不少本事 为了磨练我的心智 甚至还把我送去 世界文明的军队暗任服役 如今好不容易退役归来 老头却突然让我下山 师父 徒儿这就走了 感谢师父这些年的再造之恩 罢了罢了 快收拾东西滚吧 于是凌然按照师父的意思 来到江州寻找他的未婚妻 不料却发生了意外 爸 你怎么跟爷爷一样 我不是说过吗 我有男朋友的 好了好了 不说了 先挂了 真是烦人 每次打电话都说男朋友的事 走路看着点 你不要命了 不 我的衣服 抱 抱歉了美女 下次过马路看着点 别打电话了 这样不安全 你给我站住 还有什么事情吗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不是 不错 长得还算马马虎虎 看在你刚才救了我的份上 本姑娘让你发笔小财 你当我两个小时的冒牌男朋友怎么样 陪我回去见见家长 我们认识吗 凭什么我要帮你 给你一万 就两个小时 美女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还不够吗 那给你两万 这 我真的还有事 怎么 你刚才弄坏了人家的衣服就想耍赖 我那也是为了救你 如果不拉着你 你恐怕都被撞着了 天 你就我是一回事 你撕破我的衣服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不答应我就大喊 美女 你可不能这么恩将仇报啊 我不管 这钱你赚也得赚 不赚也得赚 那行吧 反正你不怕穿帮的话我无所谓 不过 钱你得先付给我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凌冉 好的凌冉 我叫顾雪奇 今年二十岁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你的身份是省会一家贸易公司的高管 家族企业 我们认识了很久 最近才确定恋爱关系 这次你是正好过来出差顺道看我 你晚些还有事 所以你一会儿就要走 为了不穿帮 在我家人面前你可以叫我琪琪 大致情况就这样 待会能少说话就少说话 实在没办法你就自由发挥 只要今天糊弄过去就行 行 你是老板都听你的 那 老板 我们现在去哪 我们先去一趟医院 我爷爷住院了 他一直念叨着让我早点谈恋爱结婚 所以让你装一下我男朋友 让他心情好点 行吧 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 这个忙我帮了 于是凌冉跟着顾雪奇 坐上了一辆保时捷朝着医院出发 爷爷 我来看你了 小琪来了 这位小友是 爷爷 这是我男朋友凌冉 今天正好过来平江 我就带他来见见你 哟 小伙子 以前是当过兵的吧 老爷子你眼光真准 小子我刚退伍不久 那是自然 我也是在军队里混了一辈子的人 这当过兵的和没当过兵的 好兵和闹兵 那可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对了小伙子 退伍后你又是在做什么呢 刚来江州 准备在这边找份工作 什么 连份工作都没有 小琪 这就是你找的男朋友 完了 凌冉这混蛋真可恶 不都给你编好了家庭背景吗 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收了钱不干人事啊 顾雪奇奇归吉 但却不敢戳穿 唯有转头狠狠地瞪了凌冉一眼 而这一眼自然也落在了顾家人的眼里 这穷小子条件这么差 怎么看也配不上我们家小琪 还想进顾家的门 真是气死我了 小琪啊 没事的 男人只要有本事 暂时的落魄又算什么 爷爷我不也是一拳二白打天下 才有了今天的顾家吗 爷爷 我这不也是怕你们不满意吗 只要他对你好 像个爷们 爷爷就满意 你们啥时候把婚结了 生个孩子给爷爷看看 爷爷就算死也瞑目了 爷爷 哪能那么快啊 我才二十岁呢 结婚 怎么也得再等几年 都二十了 还小啊 爷爷 你怎么了 爸 快叫医生 爷爷吐血了 江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顾总老先生的情况不妙啊 老先生这次病发 牵动了肺上的陈年旧伤 必须得动手术才能有所好转 但是这手术时间长 对身体负担极大 老先生的身体本来就差 百分之九十的概率下不了手术台 杨医生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吧 这我也无能为力 唯有开一些要暂时让老先生好过一点 不过对病情并无用处 这医生医术不行啊 看老爷子的症状明显是肺上有伤 这不是能治的吗 怎么就无能为力了吧 顾鸿涛面色失望 正要说话 杨医生的电话忽然响了 什么 你来试医院了 太好了 我马上过来接你 顾总你先不要着急 我老师正好来医院了 我去请他过来看一看 他一定有办法 请问杨医生的老师是 四大名医之一的王玉安老先生 我并不是王老先生的亲传弟子 不过我听过他一段时间的讲课 勉强算是学生 那麻烦杨医生了 回头我一定重信 行你们先等着吧 顾总这位就是我的老师 王玉安王大师 太好了 父亲终于得救了 王大师快离边请 无碍 顾总稍安勿躁 带本大师先行看看 顾总 你别担心 顾老先生问题不大 这种病症在我这里都是小问题 我现在就给老先生扎扎阵 你放心 一会老先生就好了 太好了 那麻烦王老了 行啊 这王大师不愧是四大名医之一 这原本就不算太难的病症 虽然彻底根治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缓解当前症状 不就是扎几针的事情吗 看来这大师还是有点东西的 卧槽 奇怪 不是应该扎神风雪吗 这王大师怎么扎弹中雪了 弹中雪固然有顺气平喘的功效 但是顾老爷子这个病他不一样 这王大师扎的是弹中雪 那气出不来 岂不是风在里面 王大师 你这样扎治标不治本 不仅没用 反而会让病人更难受 小子 你在胡说什么 难道你也是医生 跟师父学过几年 你有医师资格证吗 没有 连医师资格证都没有 你也敢在我老师面前大放厥词 小子 你知道这是谁吗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王玉安王大师 全国文明的顶级医师 需要你个不知名的小子来指指点点 顾总 这是你的女婿吧 杨医生 真是不好意思 小徐 管好你的男朋友 别不懂装动 这是什么场合 林远 你快闭嘴 别在这里胡闹 耽误了王大师给爷爷治病 我为你试问 王大师 真是抱歉 你别理他 他就是不懂装懂 你赶紧给爷爷治病要紧 无碍 顾小姐 这样的人本大师见多了 于是王大师继续给顾老爷子治病 经过连续施针后 顾老爷子的喘息声明显的小了许多 绷紧的身体也放松了下来 竟然逐渐醒了过来 太好了 爷爷真的醒了 小子 看到没 以后长点记性 没本事就不要胡说八道 今天有幸让你见到王大师施针 够你吹一辈子了 没用 你还真是鸭子死了嘴壳硬 老先生症状已经明显轻了许多 这是所有人都看见的 就你看不见吗 你眼睛瞎了不成 林远 你别胡闹 小伙子 做一名医生要遵循客观事实 不能只凭主观一侧 医术可以有高低 医者有医德 否则只能成为一名拥医害人害己 老先生若是不信 大可把银针拔了试试 老师别听他的 这小子连医生资格证都没有 他的话不能信 小子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你快给我滚出去 无所谓 亲者自亲 你们若是不信 待会等着看吧 奇怪 看这小子神色平静 眼光也不卑不亢 我甚至在他身上感觉到了滔天的威压 老夫行医大半辈子 为何会有如此感觉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不可能 老夫好歹也是四大名医之一 怎么会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子动摇 我且拔了银针试试 看他还服不服 于是王大师真的跟林远说的一样 把孤老爷子身上的银针拔了下来 可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幕 让众人瞬间脸色大变 你怎么了 爷样 你没事吧 吃 吃 我明明已经用针了 老先生 你用的七星针法算是很好的针法了 可惜的是你使用的是简化板 简化板差了两针 在效力上也就差了许多 什么 你竟然知道我用的是七星针法简化板 小子 你说的那么邪惑 你行你上啊 你怎么不上去把老先生治好 听了杨医生的话 林远便不再多说什么 看在顾雪奇给钱的份上 于是直接上前对着顾雪奇的爷爷开始施针 什么 这是回天针 这小子居然会回天针 回天针可是名列天下棋榜第三的绝技 为真九界失传已久的绝学之一啊 可眼前这个青年如此年轻 怎会学的这般绝技啊 这不可能 不可能啊 回天针 你竟然会回天针 眼光不错呀 我用的确实是回天针 太不可思议了 失传已久的绝学竟然再次现实 老夫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快看 爷爷真的醒了 随着顾雪奇发话 几人的目光同时看向病床上 没想到顾老爷子还真的醒了 顾雪奇直接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不是吧 我从街上随便抓回来的男人冒充男友 居然会这么厉害 王大师见状也是来了的态度急转弯 看向林染的目光 已经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灼热 小先生怎么称呼 林染 不知林先生师成何人 我只知道我师父姓雪 叫什么名吧 我也不知道 哈哈 有趣 想必贵师父是位隐士高人 今日幸好有林先生在 才避免了王某犯下大错 王某万分感激 王大师不必客气 林先生折煞老夫了 在你面前我岂敢称大师 老师你看错了吧 这小子怎么可能会回天真 说不定是老师您的针灸起效果了 刚才只是暂时的休克 才被这小子瞎猫碰到死耗子 您老人家不必对他恭恭敬敬 住嘴 你个无知小儿懂什么 敢对林先生无礼 以后不要再叫我老师了 我没你这样的弟子 林先生 抱歉啊 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生气 老朽这就将这孽徒逐出师门 对了 请教一下林先生 故老先生的病症虽然用针灸可以缓解 但是却不能彻底跟除 林先生可有办法 针灸加吃药 只要细心调养是可以康复的 这是我开的药方 请林先生指证 我开的药方和你这差不多 只是多了15颗木匠子 木匠子 这王大师竟然在向林人请教药方 这穷小子的医术 竟然比王大师还厉害 原来是这样 加了一味木匠子 他和里面的药能产生奇妙的反应 这副药的药性至少能提升三成 妙啊 太妙了 林先生医术高绝 王某自愧不如 不知道能否加个先生的联系方式 改日专程向林先生道谢 同时也好向林先生请教一二 你可是名医 你向我请教 林先生过谦了 医术没有止境 打者为师 有喝 这老小子倒是挺激烈 刚才还说我没一顿 现在却突然变了个脸 不过看着诚恳的态度应该是真心的 于是林染接过了王大师的手机 输入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然后又还了回去 林先生 我先行一步 回头我联系你 行 王老先生慢走 等等 王老留步啊 我父亲的病全仰仗您老人家了 你不能走啊 你们也看到了 老先生的病我无能为力 你们按林先生说的办法 林染 小夕爷爷的病真的能彻底康复 持续一个月的真酒配合吃药 没问题的 听了林染的话 顾雪奇吓了一跳 很难不断 因为顾雪奇知道 林染只是他路边捡来的帽牌男友 如果爷爷的病需要持续一个月真酒的话 岂不是要把林染留在自己身边一个月 这家伙 该不是故意的吧 打着真酒的借口想和我假戏真做吧 做梦吧你 顾叔叔 其实不真酒也没事 只是吃药时间增加一个月 以后想来也不会复发 我这边忙工作什么的 时间上也不一定合适 算你识相 等姑娘也是你配得上的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今日你救了小夕的爷爷 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 为了让老爷子以后不再受这样的罪 这段时间你多费心 负责一下老爷子的治疗 真酒也不要落下 最好是完全康复 不留病根 这里面有五十万你且收下 就当是耽误了你时间的补偿 不是吧 五十万 有这么好的事 当两小时的帽牌男友净赚五十二万 值了 太值了 不 你这是做什么 你出嘴 小子拿着吧 密码是六个吧 够你下辈子衣食无忧了 我知道你和我女儿是恋人 不过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 希望你能明白你们俩人的差距 我不想因为这次的事情欠你什么人情 行吧 既然叔叔这么说了 那我就收下了 要我们会坚持服用 真酒的频率应该如何呢 三天一次便可 之后频率可降低 行 三天后小齐会联系你 那叔叔 我就先走了 爸 我松松他 凌染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虽然救了我爷爷 我很感激你 但是你别对我有什么想法 我看不上你的 你说的是三天给你爷爷做一次针灸 我说顾大小姐 你懂不懂医学 针灸好得快 效果更好 你不想给你爷爷针灸也行 要不 钱你拿回去 随便找个理由 然后我就人间消失了 可以吧 五十万啊 你舍得 不是说好了当你两小时的冒牌男友 你给我了两万 治疗就算是赠送服务吧 钱你拿着吧 你好好帮我爷爷治病就行 留个联系方式吧 行 好了 回头联系 顾小姐 那我就先撤了 喂 你还没告诉我你住哪里了 住处 我也不知道 我去找我真正的未婚妻去 有事电话联系 未婚妻 这小子还有未婚妻 这时 一位身材高巧的靓丽女人朝着这边走过来 长相和顾雪奇有着七八分相似 眼光清冷 高冷发十足 远去的凌染并不知道 这位美女就是师傅给她找的未婚妻苏洛雪 小琪 你怎么下来了 呀 洛雪姐啊 你今天真漂亮 职业装也能穿出女神范儿 你夸我干什么 我们长相不都差不多吗 别人都说我们是双胞胎呢 长相确实差不多 但是我气质可比你差多了啊 爷爷怎样了 爷爷没事了 飞机 我先和你通个气 我今天雇了个假男朋友过来 没想到竟然是个高手 把爷爷都病治好了 小琪 你可真胡闹 洛雪姐 这你可不能怪我 要不是爷爷天天念叨 我也不会这样做 行了行了 姐没有怪你 不过你阴差阳错 也算办了一件好事 否则 顾爷爷的病可没那么容易好 嘿嘿 那当然 我的运气一向很好 龙腾路69号听语斋 这就是师傅给的地址 未婚妻的小区吧 还真是难 臭不要脸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我招谁惹谁了 我不过是想捡地上这一块钱而已 怎么就成流氓了 他妈的 这城里的女人怎么全都是母老虎啊 不过这女的怎么跟顾雪妻长得那么相似 大白天的 真是活见鬼了 你好 我是凌染 受师傅之命 前来寻妻 你是苏老吗 是小琳来了 我可等你好久了 你师傅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苏老您好 我今天过来是为了 叫爷爷 你马上就要和小雪成婚了 以后就是一家人 不要那么见外 小雪 是我那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妻的小琳吗 怎么 小琳 你还不知道小雪的名字 你师傅该不会什么都没跟你说吧 他就留了一个电话和地址 其他什么都没和我说 哎 你这师傅还是那么的不靠谱 小雪就是我孙女 也是你未婚妻 全名叫苏洛雪 凌染听后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毕竟她对师傅和苏老您的关系 以及这个婚约的由来一概不知 当下唯有随口应付 坐下后 苏老爷子立马又跟她聊了起来 她对凌染很热情 看凌染的目光就像是看亲孙子 话语间甚至连凌染 经过暗人服役的事情都知道 这让凌染心中十分无奈 就在这时 楼梯口响起了脚步声 小雪下来了 来 快过来见见凌染 马上你们就是夫妻了 凌染顺着楼梯看去 顿时被楼梯口那个美丽的身影吓了一跳 我去 这不是刚刚在小区门口碰到的母老虎吗 怎么会这么巧 这个和顾雪奇长得一样的女孩 她居然就是我的未婚妻苏洛雪 原来是你 你的小银贼 那个 苏小姐 你好 刚才是误会 小林 你们认识 刚才在小区门口碰见了 产生了点误会 我好像得罪了苏小姐 原来是这样 都是年轻人 有误会解释清楚就行 你先坐会 我上去看看 小林啊 真不好意思 我这孙女从小就性子独立清朗 以后的日子你要多多担待 没 没事的苏爷爷 这是本来就是误会 是我冒犯了苏小姐 苏小姐 刚才的事实在抱歉 哼 好了好了 误会解开就好 小林啊 你和小雪的婚事 是我和你师父早就定好的 你们两个年纪也都不小了 就别再耽误时间了 明天你们就去把结婚证领了吧 什么 领证 不是吧 我从进门到现在一个小时都没有了 这就要领证了 苏爷爷 这 这是不是太快了 爷爷 我没意见 行 小雪既然同意了 那么小林你也没意见吧 苏爷爷 我和苏小姐今日才刚刚见面 会不会太仓促了一点 这有什么好仓促的 你之前去了组织服役 一待就是五年 小雪可是硬生生的等了你五年 如今你总算回来了 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感情的事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爷爷 我想和林染单独聊一聊 也对 你们年轻人嘛 确实需要好好交流一下 但是小雪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任性 爷爷 你就放心吧 我既然答应你了就不会乱来的 那就好 行吗 你们就出去聊聊吧 林染 其实我根本不愿意嫁给你的 我知道 你知道 就算这样你也能接受这桩婚姻 苏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让我主动站出来拒绝这个婚约吗 不是 我不了解爷爷为何非要我和你结婚 我现在也不想结婚 可是呢 我又不想让我的爷爷失望 苏小姐 我承认你很漂亮 漂亮的超出了我的预估 能娶你为妻肯定是我赚大了 但是我无意逼迫苏小姐为心的嫁给我 我来苏家其实是为了拿回我的玉佩 所以请苏小姐你放心 我对你绝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玉佩 对 我师父说是定心信物 苏小姐知道这是吗 知道 那块玉佩 爷爷已经给我了 那就简单了 苏小姐 既然你不愿意嫁给我 那要不你把那块玉佩给我 我拿了玉佩就走人 至于我师父拿走的彩礼钱 你说个数 我会想办法还给你 不行 你必须和我结婚 我父母早逝 是爷爷爷把我拉着打 我不想让我爷爷失望 更不希望他伤心 所以我会和你结婚 但只是形式上的结婚 苏小姐的意思是假结婚 对 有名无识的婚姻 那可不行 我还要娶老婆呢 这正一扯我就是已婚男人了 那岂不是废了 苏小姐 你要尽孝心是你的事 可不能拿我的人生来陪你演戏 你不是想要玉佩吗 我答应你 三个月后我会和你离婚 并且把玉佩给你 就做三个月的假夫妻 没错 就三个月 那彩礼钱还要退吗 不用你退 三个月时间倒是不算长 只是和你这么演一出 我就直接便离一男了 这以后谈女朋友人家问起 说不得人家还以为我是渣男 凌染 你到底有完没完 是本小姐给你脸了吗 我看你是不想要回你的玉佩了是吧 别别别 苏小姐息怒 许是我能问问吗 为什么是三个月 三个月差不多是两个人 可以相互了解的时间 到时候再和爷爷说我们性格不合 在一起大家都很难受 那时候爷爷自然不会再阻止我们离婚 毕竟我们已经结过婚努力试过了 你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 行吧 那就如你所愿 对了苏小姐 问你个事情 你有没有姐姐或者妹妹啊 没有 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 怎么 我不愿意嫁你 你又想打我妹妹的主意 苏小姐 你别把我想那么龌龊行吗 难道不是吗 你真没有妹妹 没有 奇怪 这苏洛雪和布雪奇长得跟双胞胎一样 难不成是苏洛雪流落在外的姐妹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又或者真的只是凑巧长相 凌染 没什么事我们就回去吧 行 小凌 你们聊得怎么样 挺好的苏爷爷 那我刚才说的领证 没问题 我同意了 那太好了 小雪父母早逝 我又一把年纪 也不知道哪天眼睛一闭就醒不过来了 我别的也不在乎 唯一挂念的就是小雪 要是我也走了 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如今好了 有小凌你照顾她 我也就彻底放心 再没有什么担心的了 爷爷 你瞎说什么呢 你肯定长命百岁 是啊 我还要看着你们结婚生子呢 哈哈 小凌 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你是有本事的人 老头子也没什么别的要求 只求不管未来遭遇什么风浪 你保护好小雪就好 奇怪 这苏老爷子说话怎么总感觉怪怪的 就好像是病床上交代医院一样 爸 既然是演戏 当然要演全号 苏爷爷你放心 结婚的洛雪就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会保护好她的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对了小凌 你这退伍归来 未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回头先找份工作吧 咱们自己家里就有公司 哪里还需要你出去找工作 小雪 你明天就给小凌 在公司安排个高管的工作 不是吧 爷爷竟然要让这银贼进我的公司 开门开门 快开门 这 这是莫老板 他怎么受伤了 快离边请 老家伙 听说你是江州民医 赶紧给我父亲治病 治好他 赏你一百万重重 莫老板的气血紊乱 五脏受损 这是受了很重的内伤 不错 你到底能不能治 治疗此种内伤我并无把握 只能说尽力一试 你可是天下知名的名医 何来尽力一说 快点给我治 治不好老子给你脱去喂狗 莫先生 尊父受的是极重的内伤 我也不敢百分之百 肯定能把它治好呀 什么 治不好 给你脸了是布 我看你这老东西就是无能之辈 既然你耽误了我父亲的伤情 那行 你这医馆不开也罢 明天我就叫人过来拆了 我们走 莫先生请留步 怎么 你想跪地求我 莫先生且听我说 虽然我医术不精 不能治好尊父的病 但我认识一位高人 他肯定能行 你稍等 我这就把他请过来 王玉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医馆 赶紧给林燃打去电话求救 王老啊 找我有什么事 林老弟啊 江湖救急 你一定要帮帮老哥 快过来我这里一趟 我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病人 很势吉少 老哥我也无能为力 全靠老弟你了 你把位置发给我吧 我马上过来 莫先生 这位林先生就是我说的高手 林先生的医术高决 比我厉害多了 这小子年纪轻轻一看 就是愣头青 老小子 你莫不是为了保住你的医管 故意找人来忽悠我们 少爷 我们还是别在这里耽误了 给老爷治病要紧 走 我们走 老家伙 回头再找你算账 你父亲最多还有15分钟的性命 你确定要走 小子 你像我 文就在那里没人拦着你 你可以现在就走 混蛋 敢这样对我家少爷说话 信不信老子废了你 莫先生请息怒 你且听我把话说完 尊父的伤势很重 你们如果现在在换地方 先不说是否能找到 有能力救治的医生 光是时间上就耽误不起 我虽然没林先生医术好 判断不出准确时间 但是据我的观察 老先生如果不赶紧救治 怕是真的挺不住了 小子 你真的可以治好我父亲 行 那你出手救我父亲 只要你能治好 我给你500万 但若是治不好的话 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 听到没 林染听后也懒得 跟这个傻子继续废话 静止地就朝着莫老爷子走去 随后开始施展医术救治了起来 舒服 好了 他暂时没事了 静养即可 这几颗药丸给他服下 一天三次 一次一颗 连吃三天伤势便会痊愈 大 你感觉怎样 我没事了 刚才差点没憋死我 那太好了 林先生 谢谢你救了我父亲 这里是500万 请你收下 钱就免了 请你们离开 玉安馆殿小 接待不起你们这些大佛 以后也请不要再来 就算来了 我们也不接待 王玉安吃惊地看着林染 那可是500万 500万已经足够 全款买一套200平米的房子 可是林染居然随口就拒绝了 更重要的是 林染是为自己出头才这么做的 而在旁边旁观的温巧巧 则眼睛亮晶晶的 看向林染的目光里 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崇拜 哇好魅了 太有魅力了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红相机团墨家知道吗 你得罪得起吗 敢这么对我说话 我这么说话 有什么问题吗 你知不知道 我只要一句话 这破医馆明天就得关门 然后呢 我就应该捧着你 对你毕恭毕敬 我知道你要么有钱 要么有事 但是那又如何 我吃你家大米了 需要看你脸色 君武 快给林先生道歉 林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就是这么对恩人说话的 王先生一代名医 活人无数 纵然治不了我的病 那也是我的命 哪有逼着医生打包票之好的 各个病人都像你这样 哪个医生还敢动手治病 大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林先生救了你 我这不给了500万酬劳吗 是他自己不要 快道歉 我看你就是漂天上太久了 都忘记怎么正常和人打交道了 林先生 王老先生 对不起 今日我着急父亲病情 言语多有得罪 请原谅 你们走吧 李先生 犬子冒犯之处还请多多包涵 你救我一命 我身表感激 等我身体康复 我定在登门拜访 老先生不必客气 之后也不用再来 我不是预安馆的人 我只是过来顺手帮个忙而已 原来是这样啊 李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我叫莫大红 红相集团的董事长 这是我儿子莫军武 日后林先生在平江 有任何麻烦或者需求 请随时打电话给我 行 名片我收下了 你们可以离开了 林先生保重 王老 这红相集团很厉害吗 那个莫军武拽的258万呢 红相集团涉足医疗 生物 药品等多个领域 算是这些行业里的龙头 光是他们控股的医院 都有好几家 在平江红相集团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包括让预安馆关门 对啊 他还真不是吹牛 凭他的地位和能量 哪怕我挂着个名义的名头 但是他要让我在平江混不下去 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难怪会这么嚣张 行了王老 麻烦也帮你解决了 那我就先走了 有事电话 林先生等等 有什么事吗 我能加个你的联系方式吗 这位是 林老弟啊 这是我的孙女温巧巧 温小姐也学医吗 没有 他刚高考结束 父母在国外出差 就来我这里玩一段时间 那行吧 你爷爷有我的联系方式 去找你爷爷要吧 我就先走了 谢谢林先生 大 我承认大的林燃医术很厉害 但是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 我问你 我是怎么被嘎的 被仇家所嘎 他怎么说的 说是让我替你准备后事 我是被那家长力所伤 伤得很重 普通医生根本没法治 至于上医院手术 恐怕我还没进手术室就已经嘎了 所以他才说让你替我准备后事 他就是想让我在这段时间里 感受死亡的痛苦 王玉安被誉为四大民意 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他都束手无策 可是林燃却轻松将我治好 这说明什么 说明林燃医术比王玉安高 愚蠢 王玉安无法治疗我 不单单是因为他医术不够高 更大的原因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是修行者 没有内疾 所以也就无法化解我五脏六腑里的内伤 父亲是说那林燃是修行者 我的仇家是修行者 这一次他是想折磨我 让我感受死亡前的痛苦 所以才给了我活命的机会 可是下次呢 莫君武的脸色开始发白 他并不笨 相反他很聪明 否则 他也无法从父亲手里接管红相集团 之前只是没抓住关键点而已 现在回想起了当当自己对林燃的态度 变想越是觉得后背发凉 林燃今天救我一命 这是恩情 同时也是奇迹 透过此事 我们或许能交好这位年轻的高手 说不定就能请动他或者他背后的人 替我们解决麻烦 可是你这个蠢货 不仅不趁机笼络交好 反而把人给得罪死了 你莫不是恨不得我早点嘎了 你好全面接受红相 大 你知道我没那个意思 我就是 就是觉得自己有钱有势高人一等 觉得有钱可以买到一切 那我问你 这次仇家对我出手 嫌弃什么作用了吗 你这种心态 迟早要吃大亏的 大 我错了 我明天去登门道歉 暂时不要 他对你惩戒一声 纵然你上门道歉 他也未必接受 你明天给王玉安也送五百万去 然后打听一下林燃 看看他是做什么的 再根据情况 侧面给他帮助 他今天出手是帮王玉安 可你给他五百万都不收 可见他为人重情 重以轻钱财 这样的人你别想着用钱能收买 想要交好他就只有付出真心 大 我明白了 你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对了 为防止那人再来对我出手 你给飞龙安保的谷总打个电话 让他们派最厉害的高手过来 价钱他随便给 好 我马上联系 喂 林燃 明天是给我爷爷针酒的时间 你有空吧 钱都收了 自然有空 行 明天上午你过来一趟我家吧 好 买身衣服 收拾利落点啊 我说顾小姐 针酒和穿衣服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伴我男朋友吗 打扮好看点 别像个土包子 和我搭一点有问题吗 咱们的两小时交易不是结束了吗 顾雪奇之前给林燃两万 让林燃办他两个小时的冒牌男友 他也已经完成任务 在林燃看来 现在他只是因为收了不加五十万的治疗费 需要完成顾老爷子剩下的治疗 治疗这段时间 你还得继续伴我男朋友 否则岂不是穿帮了 大不了我加钱 你开个价吧 还要伴男朋友 我去 真当我是扮演专业户吗 这边给苏洛雪扮演仗 那边给顾雪奇扮演男朋友 算了 我已经收了治疗费 假扮男友算是额外赠送吧 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啊 不能反悔 多大的事 至于反悔嘛 行 那你明天要扮相一点哦 不能给其他男人任何机会哦 地址我等会发你 明天见 扮相一点 其他男人 我怎么感觉又被这顾雪奇给坑了 经常吃软饭的兄弟们都知道 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 搞不好下一秒就直接给你扔个大招 凌冉 你怎么才来啊 不是说好的十一点吗 我很准时的 好吧 不是你晚到了 是有些人早到了 谁啊 似乎是你不喜欢的人 就是我爸朋友的儿子 算了算了 不说他了 反正你记得你现在是我男朋友 做你男朋友应该做的事情就行 爸 凌冉来了 顾雪奇的话音刚落 沙发上的一个青年男子豁然站了起来 死死的盯着凌冉 不 准确的说是盯着凌冉和顾雪奇牵着的手 眼中渡火中烧 卧槽 这家伙竟然改人之我的女神 混蛋 快把你的脏手从小琪身上拿开 范坚强 你疯了 他是我新交往的男朋友林染 新交往的男朋友 之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啊 应该不是为了应付叔叔阿姨找人假扮的吧 小琪 这位是 他叫范坚强 这位是范贤叔叔 范叔叔是我爸的朋友 健安地产的董事长 他们今天是来看望爷爷的 林染一听便明白了 范贤和顾鸿涛这是想朋友变亲家 帮儿女牵线的 所以顾雪奇才借自己这个挡箭牌来应付 爸 你们先聊着 我带林染去给爷爷治病 林染 老爷子就麻烦你了 顾叔叔客气了 都是自己人有什么麻烦的 你招待客人 我去给顾爷爷针灸 顾鸿涛一听林染说是自己人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去吧 老爷子在楼上等着了 可以啊 林染 看你平时带头呆脑的 反应还挺快的嘛 我说顾小姐 之前你可没说有情敌这一出啊 你现在不是假装我男朋友吗 保护女朋友免受其他男人的骚扰 这不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吗 你倒是想的美 我可警告你 咱们是说好了的 你别想过河拆桥 要是穿帮了我绕不了你 知道了顾小姐 走吧 赶紧去给我爷爷针灸了 于是林染跟着布雪奇 进了顾老爷子的房间 顾老爷子靠在床上 看到林染来了很是开心 简直就是一副看孙女婿的神态 林染先替她做了检查 然后又开始做起了针灸 爸 我们回来了 你爷爷了 刚做完治疗 睡着了 林染 老爷子的身体康复得怎样 好转不少了 继续吃药就行 那太好了 多饿了吧 先回小林了 快过来做 走吧 林染 顾叔叔 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来了 三十年轿藏飞天 好久啊 都三十年了 还保存这么好 难得啊 半侄子真是有心了 我一朋友是做酒生意的 他家有个大大的酒窍 每年他都会往里面存大量的好酒 我上次去他那顺当拿了两箱 要是顾叔叔你喝的怪 回头我再给你搞点 这样的好酒都喝不怪 那还喝什么酒呢 那行 回头我给你搞几箱 标 对了 听说林先生你之前是在部队打 没错 敢问林先生是什么军种吗 我就一普通士兵 时间满了就退役了 林先生啊 不是我说你 你知道几年兵又退伍了 可算是浪费时间啊 毕竟当兵一个月就那么几千块钱 连这么一瓶酒都买不到 退伍之后又不分配工作 部队里学的本事 在都市里也用不上 很多退伍兵都只能去当保安 一个月拿个三四千块钱 林染听后心中暗小 知道范尖墙沉不住气了 这都还没开始动快呢 就迫不及待地嘲讽起他来 是啊 来了平江还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呢 可不是嘛 就算你枪法准 坦克开得再好 到了社会那又有什么用呢 哼 谁说林染没用啊 林染医术就很好啊 爷爷的病 连四大名医之一的王玉安都没治好 还是林染出手才让爷爷转为为安的 我觉得啊 林染以后开个医馆 一定能生命确起 成为名声远扬的神医 到时候说不定 你们都得来求着林染治病吗 林染不是没行医资格证吗 考一个就是了 林染医术这么厉害 考个正当还不是举手之劳吗 林先生 有些话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既然拿不准 那就别讲了 其实就是一点肺腑之言 你别怪我交浅延伸 其实也是为你好 我就是觉得你和小七不合适 我觉得挺合适的呀 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 这不就够了吗 小七你说是吧 这家伙 总算给力了一把 对了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爱他 他爱我 别的都不重要 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啊 生活的要钱 很多的钱 小七从小生活优越 他的日常开销可不小 你负担得起吗 他一个包包 恐怕你曾一年都买不起 林染没钱没关系 我家有钱啊 小七你可别被某些人骗了 身为男人要为女人打下一片天空 为女人遮风挡雨 靠自己女人向家里要潜养 那这个男人还不如告了算了 小范先生说的是 我现在确实一无所有 但是接下来我会努力 我或许给不了小七富可敌国的生活 但是生活无忧却还是没问题的 小林啊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规划了 没错阿姨 不说别的 就凭我的医术 一年挣的千二八百万 还是轻轻松松吧 我相信林染一定能做到的 千 甜言蜜语谁不会说 你连医师资格证都没有 谁敢给你治病啊 王玉安可以给我介绍病人啊 就介绍那种医院都搞不定的权贵 别人救不了他们的命 我能救 你说我收的几百万的诊费 这不过分吧 你就吹吧 你也就是小猫撞到死耗子 治好了顾爷爷而已 你还真以为自己刺刺都行了 你要有那么好的医术 还会找不到工作 你不信了 那要不要我替你看看病 我年纪轻轻 有什么好看的 不 小范先生 你是真的有病 你才有病 小强 不得无理 您小友啊 你先说说小强到底得了什么病 这个病症不太好说 是不太好说 还是根本没得说 怎么 忽悠不下去了吧 林染 有什么你就直说 范总是我多年的好友 你不用顾忌 那我就直说了 说 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那就说明你是个骗子 小琪 你可得擦亮眼睛 不要被这家伙骗了 你不行 你不是说看病吗 说什么行不行的 少给我扯东扯西的 我就是在看病啊 你的病 就是你那方面不行 听了林染的话 屋子里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面面相去 眼光诡异 在座的都是成年人 自然都秒懂林染的意思 顾雪奇漂亮的眼睛 陡然争大了两分 眼中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一副迫不及待看热闹的表情 你胡说八道 小琪 别听她胡说 真的假不了 请大家看小范先生的下巴 是不是有一个残留的疤痕 呈梅花状 虽然很不明显 但是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 这就是花毒症的症状之一 花毒症的传染途径 想必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范坚强的下巴 还真有一个梅花状疤痕 顾雪奇和顾夫人 顿时一副鄙夷的样子 看向了她 八阿姨 你们别听她胡说 这是我之前皮肤过敏 我扣破了屁 后来愈何长成这样的 顾虹涛件事太严重了起来 就连一旁的老友脸色也黑了下来 赶紧给范坚强找了个台阶 想将这个事情挪过去 年轻人嘛 精力是要旺盛一些 但是也要注意身体 对了 小范 你们是不是组织了什么户外露营 哎呀 我差点忘了 小琪 我们准备去明月山露营 你也一起去吧 今天我过来就是专程邀请你的 不去 我和林染约了明天看电影 小琪 你就和林染一起去呗 反正明天周末 你窝在家里也没事 都是年轻人 聚在一起也好玩 把阿姨说的是 林先生也一起吧 我一个兄弟也是当兵退伍的 你们肯定有共同语言 行吧 既然妈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答应了 就当是我和林染的户外约会了 我明天还有点事 给你说过的 有啥事待会再说 先帮我应付这一关 众怒睽睽之下 林染自然不好不给不雪其面的 毕竟刚吹牛皮要让她幸福的 我说苏小姐 你怎么就答应了 我只是你请的冒牌男友 你这想一出是一出的 我没办法配合呀 就帮我这一次嘛 你也看出来了 我爸都站在他那头的 我根本推托不了 你要是不去 那就得我一个人去 到时候只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一次又一次的没个尽头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了 就这一次嘛 好不好嘛 这次出去咱们装一桩情语 让那个范健墙彻底死刑 以后不就没事了吗 林染没有开口 他实在不太想扮演下去 家里扮夫妻 外面还要扮恋人 但想了想 明天又是周末 苏洛雪也休息在家里 如果自己待在家里 岂不是要逢场作戏整整两天 面对那个冰山美人 那可比假扮顾雪奇的男友还要难受 想到这里林染便也动摇了 林染 你帮我这一次 我给你介绍个美女认识怎么样 介绍美女就算了 这一次我可以答应帮你 你就当欠我一个人情吧 人情 你想让我干什么 现在没想到 先记着吧 放心 不会让你做过分的事情 行 那一言为定 嗯 一言为定 就这样林染爽快答应了下来 可她并不知道 顾雪奇口中所说的美女 正是她的合约妻子苏洛雪